欢迎继续收听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1集 宋卿城将手机放回包里 走到湖边 看着湖里一艘艘游船在飘动 还能隐约听到传来的一阵阵欢笑声 将自己置之在别人的笑声中 心情仿佛也能跟着好一点 俄湖是这座城市有名的免费旅游景点 每到周末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散散步 划划船 享受一下周末的惬意 一阵寒风从湖面吹过 一股寒意直往身体里钻 宋卿城抱着双肩缩了缩脖子 默的肩上一重 宋卿城的身形微微一僵 转身 一具高大的身影立在身后 让他的视线进入盲区 男人的身形高大 离得太近 他需要仰着脖子 才能看清楚他 然而 来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纪正婷 所以说 他刚才在电话里的最后那句等着 其实是要过来 你 你怎么来了 宋卿城还是没能从意外中回过神来 纪正婷将他身上的外套笼紧 把他包得更严实一点 你挑的地方好啊 啊 什么意思 宋卿城完全不懂 刚好路过这儿 你去哪儿了 这话问的 完全处于本能 纪正婷的目光突然盯着他 眼底的眸色 难得这般有温度 宋卿城见他不回答 才意识到 自己问的有点多了 他不该过问人家的隐私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纪正婷面上一沉 他原以为 宋卿城是在关心自己 然而 又是自己想多了 晚饭吃了吗 宋卿城摇头 一个人来这儿做什么 宋卿城不会告诉他 是因为心情不好 只是在心底 默默地叹了口气 目光又落在湖面上 随口回了一句 看人家划船 看别人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如自己去花 宋卿城不明地看向他 还不等他回过神来 纪正婷牵起他的手 带他朝租船的地方走去 给我们来一丝双人船 纪正婷掏出钱包 买了票 宋卿城才明白过来 他要做什么 联盟上去阻止他 纪正婷 我没有要坐船 你别浪费钱了 现在是我要坐 纪正婷没有放弃的意思 那你自己坐吧 我先回家了 宋卿城小脸一冷 将身上的外套拿下来塞给他 转身就走 他下定决心 要和纪正婷保持距离 所以不能接受他任何邀请 纪正婷吹上他 一把将他拉出 你又闹什么脾气 我只是想一个人散散心而已 现在我想回家了 就这个意思 宋卿城说完 将手从他手中抽出来 转身就走 纪正婷看着他决然的背影 突然发现 自己的行为 简直可笑至极 人家在散心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而且你纪正婷 什么时候居然学会 为一个女人团团转了 宋卿城回到纪家 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听管家说 纪灵和继母 报了周末游 出去玩了 至于纪正婷 以他开车的速度 要是回来的话 肯定比他先到家 但这会儿并没有回来 显然也是有事去了 厨房准备的晚饭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在吃 吃完饭之后 宋卿城早早地上了楼 难得这么早在家里 他还是有点不习惯 纪正婷的电脑就在沙发上 他拿过来 准备在网上找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兼职的工作不太好找 特别是在校生的兼职 一般人家的店面或者公司 都不愿意招收 看了几个小时 打了十几个电话 不是已经招满了 就是不合适 最后他心灰意冷地 关了电脑 看来最好的办法 就是等放假再去找了 可是现在离放假 还有一个多月 家里的开支 这个月是有了 下个月该怎么办呢 而且以后天气 越来越冷了 少不了要给家里人 贴些棉衣棉袄什么的 一想到这些 他会觉得很累 晚上 宋卿尘早早地就睡了 记账厅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也不知道 只是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有人帮自己盖好被子 好像 还闻到了一股酒味 第二天 宋卿尘也醒得很早 外面好像才刚天亮 但是也可能是阴天的缘故 他从床上坐起来 发现自己竟然睡在床中间 床上也没有另外一个人 记账厅人呢 难道是昨晚没回来 宋卿尘的目光转向沙发上 果然 他真的睡在沙发上 而且连衣服都没有盖 宋卿尘连忙下床走过去 看他睡得很沉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不好 眉心微微拢着 这样的他 即便是睡着 也让人有种不好靠近的感觉 他只穿了睡袍 这样睡一夜 不着凉才怪了 只是 他为什么没有去床上睡呢 他昨晚 明明给他留了很大的位置 不会不过他睡的 现在才六点多 纪正婷还可以睡一会儿 而且又是周末 他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把他叫醒的话 又怕吵到他 最后 宋卿尘还是将床上的被子抱过来 给他盖上 宋卿尘洗漱好下楼 今天他打算早一点出门 还是想出去看看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宋小姐 这么早 刚下楼 管家就过来跟他打招呼 宋卿尘笑着点了点头 对了 季先生 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您不知道 管家有些诧异 这住在一个房间里 都会不知道 宋卿尘有些难为情 我昨晚睡得比较沉 没太注意 幸亏他和纪正婷不是真夫妻 不然连自己老公 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 那他这个妻子 做得也太不称职了 先生昨晚回来确实比较晚 而且喝了不少酒 看上去 好像心情不是太好 他昨晚喝酒了 宋卿尘略有惊恶 难道 他睡着的时候 感觉有人给自己盖被子 还闻到一股酒味 其实不是自己做梦 或者错觉 说起来呀 先生已经很久 没有像昨晚喝的那么多了 以前是偶尔为了应酬喝一点 但昨晚 好像是跟朋友一起喝的 宋卿尘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嗷了一声 所以说 昨晚他们分开之后 他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而且 显然还喝了很多 但是反过来想 说不定 人家是朋友聚会 一时开心喝多了两杯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样想着 宋卿尘觉得 自己任何的想法 都是多余的 吃了早餐 他就自己出门了 我会想着 我会想着 你会想着 你会想着